政府未有在施政报告内就压抑住宅楼价措施减达。官方提出理由是楼价未有大跌。反而第三季市民公楼开支占入息的比率为77%。较去年同期的73%仍然是有所上升。 但在一系列官方的公楼负担统计中,此数字其实有较大的误度成分。公楼开支占入息比率77%的数字。出于政府第三季经济报告,每次官方想说明楼价过高时,都会引用此数字。不少行外人亦被此数字引导。 认为香港仍在公楼的业主身负重债,苦不堪言,但要再次说明的是,此数字有较大的误度成分。数字来源不是计算香港仍在公楼业主的平均供款占入息比率,而是计算45平方米单位的暗揭供款,假设暗揭乘数为70%及年期为20年。 相对住户入息中位数,不包括居于公营房屋的住户的比率,当中70%按揭,20年还款期都有点脱离现实。 现实中,今年9月新批按揭住宅的平均按揭乘数是57%。 年期是27.3年,偏离现实的数字,得出一个超现实的平均负担比率。所谓超现实,银行根本不可能批出公款高于入息五成的楼案申请。 而楼价达去年同期下跌的情况下,用上述假设标准计算,供款比例仍然上升,主要原因是其内家庭收入中位数下跌。 今年第二季居于私人房屋家庭月入中位数为3.65万元。 较去年同期的3.96万元下跌7.8%,虽然不这一直认为港府经常引用经济报告的公楼开支占入息比率有误度成分,但要强调的是,另外一组较反映现实的官方数据,也反映公楼负担再慢慢增加,说的是金管局统计的新批按揭平均供款与入息比率。 在2010年8月,金管局推出压力测试前,数字为41%,2017年的低位为33%,其后反复回升,2020年7月数字为37%,虽然说新批按揭的平均供款占入息比率升幅不算大,参考历史平均。 近期的比率仍偏低,但趋势上看,数字在去年底起有加速上升的迹象,主要原因相信与当局有条件放宽按揭保险申请人的压力测试要求有关。 整体而言,由实际批出探揭的平均供楼负担数巨看,本地业主的负担不算高,但在平均数的遮掩下,估计有相当一部分新批按揭借款人的供款占入息比率已贴近五成。 在经济波动的情况下,始终借到最尽的取态,借款人是否可承受相关风险,值得市场更多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